發誓我沒有偷偷 你有沒有前世記憶 我沒有前世記憶 你是不是忘了喝孟婆湯 我...我是有一點忘了喝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看到這一集 我真的沒有了... こんばんみるみる 安妮みる來唷 こんばんみるみる 今天我們又要來... 海 龜 湯 耶~~~ 經過上次玩海龜湯 其實還滿都還回想 就是大家很喜歡看蜜蜜跟... 貝塔獎一起玩海龜湯 我們今天又要再來挑戰一次海龜湯了 耶~~~ 海龜湯是一個出題者會出一個題目 然後回答的人就是回答了相關的問題 然後出題者就可以說 是 不是或是沒有相關 然後來提示這個回答的人 然後我們再評論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懂了嗎 很簡單嗎 米魯 說得非常簡潔有力 不知道被她講有沒有理解 有 懂 可以 我懂 妳有沒有信心 有 這次又是由米魯出題 妳有信心 妳覺得妳可以在... 多少時間裡面猜出這完成的故事 半小時以內 半小時會不會太久 5分钟以内 5分钟你自己说到了 你自己说到了 我觉得今天这一题非常难 非常难 非常 very very difficult 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 好 没有问题了 Let's go 那我们首先 妮鲁准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 Beta讲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我要说了 好 就是呢 有一天有一名男子告诉妻子说 我们家的院子里面藏着一把枪 一把枪 对 没有错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嘘 那么为什么这个男的呢 要这样子骗他的妻子呢 那要威胁他不要外遇吗 不是 没有相关 没有相关 因为他 要故意说给墙边人的题目 隔墙有耳 没有 没有 隔墙没有 他们没有邻居 所以他是要讲给他太太听的 对 他是讲给他太太听的 他太太还活着吗 他太太还活着 那他太太听到会害怕吗 他太太听到没有害怕 没有害怕 他太太觉得奇怪吗 没有 那他那把枪 他那把枪 他没有这把枪 他骗他有一把枪 可是他其实没有这把枪 对 他有幻想症吗 他有 你说那个男的还是那个 那个男的有幻想症 那个男的没有幻想症 还是他太太有幻想症 他太太没有幻想症 他太太没有幻想症 没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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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知道上一次我们在玩海龜汤的时候 就一下有留言说 就是要弥鲁善用没有相关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一直说没有相关的话 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猜到 这个故事到底长不长 是不是 是不是 需要提示吗 我要小提示 小提示那你要给我什么奖励 亲一下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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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亲 亲 亲一下 好 好 邪恶修 我觉得这个可以 男子呢现在人在监狱里面 这样是一个很大的提示 因为你都亲我一下 我不给你一个大提示 这样怎么对得起我老婆 耶 所以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然后他对他的老婆说 哪里有枪啊 我忘记了 家里有一把 院子 院子里面有枪 院子里面有一把枪 院子里面有一把枪 所以他是故意要讲给警察 听到他去挖他的院子呢 有一点相关 有一点相关 所以警察呢 他得知了有枪这件事情嘛 因为在监狱里面 他们的通信手段啊 他只能寄信给他的老婆 我也有说到 他就是寄信给他的老婆说 我们家的院子里面有一把枪 可是那些信呢 应该都会被警察看过 什么看的呢 因为他也是被 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嘛 对 所以呢警察就去 翻遍了他们家的院子 可是却没有那把枪 YES 没有错 所以他们家的草需要松土吗 草需要松土 没有错 为什么草需要松土 你可以给我一个道理吗 你是不是偷看了 我没有偷看啊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先偷看啊 我没有偷看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先爆雷了 我没有偷看 你确定 我真的没有没有 还是他太太很懒惰都不会松土 所以他只好叫警察去松 有一点关系 但是他太太不懒 他太太不懒惰 他们家太大了 庄园十几亩 十几亩 他要是庄园十几亩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被关成那样啦 那还是他 他太太不懒惰 他太太力气太小了 所以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力气太小是还蛮有相关的 他太太呢 其实是体弱多比 嗯 没错 就是瘦弱 所以可能他们家 需要瀑布油之类的 比较好走 没有没有 为什么要松土 就是那个男的 为什么想要请警察 就是挖东西 因为他太太要种菜吃 可是媒体力气收入 你一定是有偷看 我真的没有偷看 我就问你有没有偷看 我没有偷看 我发誓我没有偷看 你有没有前世记忆 我没有前世记忆 你是不是忘了偷孟婆湯 我 我是有点忘了喝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看到这一题 我没有看到这一题 我真的没有 有人偷看我要告诉老师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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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被他讲 你讲讲看 你现在推理的 完整的故事全貌 是长什么样子 好 那个老公他被抓进监狱里面 所以他太太提弱多 便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种菜吃 所以他只好 请那个 骗骗那个警察说 他们家常了一把枪 那警察去帮太太松土 然后太太就可以跟做 一些农作物种白吃了 是这样吗 没有错啦 因为 你就说你有没有偷看 我真的没有偷看 你就承认我聪明嘛 好 你好棒 你最笨 天才一定在讲 蜜茹好笨 没有没有 蜜茹我聪明 天哪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 就抓到就是问题的脉络啊 那蜜茹这边也来讲一下 原本的故事 那这次呢 故事是 正在狱中服刑的男子 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妻子 但是有一天他收到妻子的来信说 就是妻子他想要在 就是在家里种一年才维持佳绩 那他是一个非常 体弱多病 体弱多病兼妻良母 之类的 之类的 妻子总之就是一个好妻子啦 好妻子呢 他又为了维持佳绩嘛 可是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很好 所以呢 那个在狱中服刑的男子呢 就很想很想要帮助他的妻子 所以他就编了这个谎 然后让警察呢去 就是找他们家有没有墙 那其实根本就没有墙这件事情 所以 其他挖了 挖片他们家的院子 就要顺便帮他送好土了 那他的妻子呢 就可以这样子 就是很轻松的 只要把 播种子 然后 浇浇水 浇浇水就可以中菜了 你看是多开心的老公啊 他老公要找这种的吗 可是他坐牢 坐牢的男生就不行了吗 不要这样子 我们要知道他是因为什么缘于坐牢 他没有说呢 我下次去问一下他 请各位信仲 你不要当这么贴心的男孩子哦 要当贴心的人哦 对但是 但是不要 不要坐牢好不好 不要被摔走 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就是看太多 可爱的妹子 或是去追着可爱的妹妹跑 然后再抓去坐牢 FBI会找上你的 那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要到一个贴心的男孩子 对不对 对 比较受欢迎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的海龜汤 算是成功吧 成功 很成功 很成功 就差有人就是 不要剧透就好了 没有剧透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要试些些看好剧本 我没有啊 你是不是把剧本都写好了 我没有 真的吗 真的没有 真的吗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咪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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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透极为了贝塔奖 准备了一个加码小题目 好 但也非常的难请你准备好 好 没有问题 准备好了吗 大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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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那 这位题目是呢 就是 有两个主角 一个是A 一个是B 好 它长得好可爱 可以吃了吗 然后呢 B就说 好啊 你要先吃头呢 还先吃脚呢 然后呢 A就说 我要吃头 等等再吃脚吧 然后呢 它们到底是在吃什么呢 小熊蓝糖 错 它们吃的是食物吗 是 不然 是活的吗 不是活的 是加工品吗 是加工品吗 是吧 是吧 加工品是什么 加工品就是不是 呃 就是加工食品呢 可能有什么糖 香料色素 有糖 有色素吗 没有色素吧 有糖 那 铜锣烧 哦 有关系 但是它不是铜锣烧 跟铜锣烧有关系 对 可以吃 可以吃 便利商店买得到 便利商店买得到 跟铜锣烧有关系 可以吃 面包 铜锣烧 累 累了 鸡蛋糕 累是 我觉得吃起来很像鸡蛋糕 吃起来很像鸡蛋糕 要冷藏吗 不用 不用冷藏 对 它通常一盒里面有很多个 很多支 很多支 小面包 动物小面包 no 小蛋糕 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有造型 有头 有尾巴 有脚的小蛋糕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尾巴 但它没有耳朵 有造型 没有耳朵 有手有耳朵 没有下面一样 有可爱的 是不是 7分 XX有在卖 7分XX有在卖 7分XX有在卖 是不是 你先跟我讲说 它的包装颜色 藍色 哎呦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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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 是不是那个 Dololaymo的小蛋糕 啊啊啊啊啊 小蛋糕 哈哈 你有讲有在吃吗 我有在吃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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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要送什么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天啊 你最爱吃那种小蛋糕 小蛋糕 我在7分XXX 我会买那个小 小蛋糕跟那个 就那个巧克力卷 你知道吗 一条好几颗 对 巧克力卷配牛奶 一直也喜欢 那我们这次的 海龟汤大成功啊 太简单了 海龟汤太easy了 对我们这些软体来说 哈哈哈 很快就用大数据找到答案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推荐的海龟汤题目的话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告诉贝塔哥们 耶 耶 如果喜欢我们的 海龟汤系列的话 也要记得按赞分享哦 按赞分享 订阅起来 哈哈哈 哈啰那我们这次的 米露跟贝塔奖的 海龟汤系列 要在这边结束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拜拜 拜拜 记得订阅米露的频道 更多影片在这边 还有想看更多的话在这边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才不会错过米露的影片